大家好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們這裡是《美港天下》 我是三上 我是Dennis 我們今天就和《漢中國》 很多謝Lucy給我們這個機會一起聯播 我們這個節目就會在《漢中國》播 我們今天主要的話題就是想說什麼 先說拜登 送了大禮給塔利班建國 是啊 當拜登設兵 阿富汗的時候 就留下了很多武器 留下了很多禮物 手信 留下了很多手信給塔利班 塔利班呢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的短片 都看到塔利班士兵去到健身裡面 去到健身室裡面 就好像小孩子那樣 好像小孩子去了遊樂場那樣 可想而知 他們真的沒見過小臉 是的 但是其實他們那些運動量都夠了 出去開槍 走來走去那些 去到處打人那些 那些運動量就比在健身那裡更加多了 應該走 但是可想而知 他們呢 你給了 拿槍開槍可能就認識 是的 但是要運用到一些比較高科技的武器的話呢 他們那幫人呢 是很有疑問的 用不用到 所以這批武器 如果拜登留下了 留下了 在阿富汗的話 是的 那 究竟根本就不是打算給塔利班的 就是他們有多少人可以用到這批武器呢 是的 他有多少武器呢 那有一幅圖在這個網上 在面書那裡是被封的 那大家如果找到就找到了 我們都不是很方便燈出來 因為我們的戶口是高風險的 我本人那個已經被封30天了 那我就讀一讀給大家聽 買燈漏了些什麼 那就有22,174架Humry 這些是那些 吉寶車 我們叫做 吉寶車 631架 M1117的裝甲車 155架 這個都是裝甲車來的 就是防地雷的 防地雷的裝甲車 是的 防地雷的裝甲車 探測地雷 是不是嗎 Mindproof Mindproof Vehicles 就是地雷 炸不了它的車 那169個 M113 Armor Personal Carriers 就是這個叫做 運載人的 運載人的那隻 裡面可能坐十幾二十個人 在電影都見過了 大型的運載 是載人的裝甲車 42,000架 Pick-up Truck 42,000架 Pick-up Truck 和SUV 大謊話說 你算一下 都幾萬元一部 五六萬一部 你司機都要起碼42,000個 你才能開到這麼多的車 是的 你要四萬多 特利班沒有這麼多人 特利班又哪有這麼多人 所以呢 OK 這個64,363個機關槍 8,000部Trux 大型貨車 8,000部 162,043個Radio 它是對港機來的 美國人叫對港機做Radio 162,000 16,035個Night Vision Goggles 就是夜視鏡 是的 夜視鏡 就是一些 都高科技的東西來的 358,530個Assault Rifle 就是步槍 那些 是步槍 AR-15 以前輕的AK-47 現在沒有的 現在應該多數都是AR-15 那這個自動步槍 自動步槍 是的 那些叫做自動步槍 126,295個Pistols 就是手槍 176個Arteleary Pieces 就是炮台 176個炮台 這個飛機 就有33架MI-17的直升機 33架UH-60的Black Hawk 這個是黑鷹 這個黑鷹很厲害的 黑鷹倒轉飛都可以的 哦 有一套電影是說Black Hawk的 Black Hawk Down 哦 是的 43架就是MD530的直升機 另一個型號來的 這個總共大大話話都 109架直升機 109架直升機 每一部都過百萬的 是吧 幾百萬一部 哇 這裏很多錢了 是的 那就是一億的了 是啊 四部C-130Transport 就是這些就叫做 裝人或者裝貨 或者裝車 運車 運成 這些叫Fixed Wing Aircraft 剛才講完三隻直升機 這些就是 這些翼是沒得縮的 就是我們平時看到那些飛機這樣 那就是四部130的Transport Transport就是載人的了 或者裝貨的 23部Embraer EMB 314A29 Super Tucano 那就是23部 28部Cessna 208 10部Cessna AC-208的Strike Aircraft 那10部Cessna Strike Aircraft 就是做一些突擊行動的 就是一些攻擊的飛機 戰鬥機 大大話話 那就 這裏總值是85個Billion 就是850億的 850億的 這份禮很大 這個禮很大 那你說那幫人 塔利班那幫人 車可能沒問題 開車 開槍那些 那幫人都沒問題 不過你說 只是Pick Up Truck 都有4萬2千了 對不對 Pick Up Truck SUV都4萬2千了 他們好像10萬 10萬還是20萬軍隊 是在塔利班的 放下這麼多 拜登放下這麼多禮物給塔利班 為什麽呢 最近呢 今天還是昨天就已經出了新聞了 說中共就會準備 跟他們說BuddyBuddy 跟塔利班的BuddyBuddy 特朗普還在說什麽呢 補充一下 這個8月30號 特朗普在他的網站 DonaldJTrump.com那裏 你知道因為 他雀鳥和念書都封鎖他 他自己就有一個自己的平台 你都是發表他的status 直接的寫他的東西 8月30號他就有一個statement 就是去譴責拜登 就是留下這些所有的新速速的 就是 你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不是二手貨 是新的 新貨 所以有多少 總值85個billion 他在這個statement中說到 他就說如果 就是這個要立刻速速 軍隊要用軍事行動來奪回這一批的軍備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立刻拿這個炸彈要去炸毀這些 這個statement出了 就是現在特朗普出什麼東西呢 第二天Facebook就封鎖了 所以那個表 所以那個表 是說有多少個武器 在塔利班那裏 都被封的現在 所以我們就不敢展示出來 免得害怕中國 是啊 現在就問題 就是有兩個問題的 我們就是 你留了這批武器 你這幫傢伙 開車開槍 就可能沒有問題 你叫它開飛機 開那些這麼高科技的直升機 那些直升機 因為它漂亮的東西 它的速度是比第二次的直升機快 還有它那個 Blackheart最厲害的 它可以倒轉飛 你知道直升機 就是upside down 不是很好的 吞後我不知道 我最初以為聽到你說吞 吞後底下這隻升機都可以 吞後底下這隻升機都可以 可以這樣飛 明白明白 他目的是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軍人 它是那部機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很神奇的 其實在物理上 對我來說我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些都是很高科技的 很高科技的 你駕駛那個都要很厲害 因為通常就是說這個Helicopter 其實是危險性 比普通的不縮的翼的飛機 是難駕駛很多 而且容易出事的 如果在這個意外 這個直升機出現意外 這個直升機出現意外 是比那些直翼飛機是高很多的 我告訴大家大約 怎樣控制直升機 OK 直升機是兩隻腳 兩隻腳踏著有兩個波動 左右這樣來平衡左右的 你踩這邊 你踩右腳 那直升機就會偏右這樣飛這邊的 左踩左腳 那直升機就會偏向左邊的 所以你的波動 譬如說你一定 你兩隻腳一定要 因為有風的 同時有風來的 所以你在那邊平衡的 兩隻腳在那邊動一下動一下的 在那邊平衡 那你的直升機就直飛了 OK 就不會這樣 一會兒就這樣了 OK 接著呢 雙手上下了 雙手拉上拉下了 上去下來下來 上去下來下來 上去下來 這樣就上下了 所以你怎樣去控制去 轉左轉右呢 就是 還有譬如說 在上去的時候 你要角度上升 那你的左腳要踩多一點 同時間你要拉後 對手 這樣 所以你的控制是很厲害的 左右腳 尤其是你知道 手就容易 手眼的配合 手就容易配合 但是你的腳左右 你要平衡就能 所以你會三樣四樣在一起 眼啊 手啊 就是全部 所以其實是難很多的 駕駛星機其實 還有那個 通常駕駛星機的地方 位置都比較狹窄的 就是你的環境都比較狹窄 你飛機 飛到鬼死那麼高 是吧 一網沒有仔 還有啊 因為它 譬如說飛機 很多時候可能是高空 是高空 不用那麼在意那些建築 沒有那麼多東西 沒有那麼多障礙 你直升機比較多障礙 通常都是低空 一些風一吹過來 所以為什麼拉斯維加斯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有直升機意外呢 他們要下大峽谷的 如果突然間那個機師技術差一些 突然間有個風過來 都說了 它是靠左右腳來平衡的直升機 這樣的 你左右腳 你左右 然後如果突然間有個風來 你控制不好 那你就閉上去 就是刺激 那你上下很容易控制 拉上拉下 最難就是左右那一台 所以但是你說 那些塔利班 怎樣去吸收 怎樣去吸收 用到這些 消費力 那都是靠解放軍和蘇聯的幫助 是的 所以很多就是大陸說 去幫塔利班 還有九成九呢 就會垃圾這些武器回去研究 必然的 他做開這些 拆別人的東西去 我們裡面那些 不僅我們裡面有GPS 很快就出個Red Hot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導航系統 他們每部車每部飛機 完全知道在哪裡 大陸共產黨拿了你的導航系統 知道了你的導航系統裡面的密碼 就懂得去到上面美國的人造衛星 斯拉怎麼防疫 防疫都不防得到拜登這個家賊 是呀拜登這個家賊 商這些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說要炸他 寧願沒有了都要炸他 沒錯沒錯 因為裡面太多很多 sensitive 的科技 很敏感的科技 是落在中共手裡面 這樣就大劑 因為現在 現在很多只是左膠新聞 都仍然主要都說是蘇聯啊蘇聯啊 其實最大的敵人 全球最大的敵人不是蘇聯 是共產黨是中共 他們是會想去拿到這些科技 就是叫做清化啦 是不是 起碼有機會打贏美國 現在它根本沒有機會打贏美國 我上一集也有說 它武統台灣就不可能 所以現在最厲害的只是口統台灣 沒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戰狼外交 這麼多五毛 這些TikTok做外國的英文人 其實它都是所謂的那個軟的 就是軟統戰 因為它是口統的 Spy 是不是 間諜就是因為它打實戰不行 是的 但是有一件事 現在問題就是現在我不知道了 共產黨有沒有這麼多美金去找數 他選最貴的那幾個 買一塊回來的 他買一塊 買一塊你還要找數啊 大佬 塔利班 就是 他們有協議的 他們有協議的 他可能做完訓練他們的那些人 有個精神 有個宗教 有個可蘭經 是不是 你共產黨不是嘛 你共產黨是習近平的嘛 就是國為鬼胎啦 你現在 他們是國為鬼胎啦 我有想我要的東西 你有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現在有問題 大家在交易的時候呢 我是塔利班 我就不會信中共你會有什麼益我的了 不要說那麼多 最好是單單清 我給你一件貨 你就給我一件 給我一點錢 當然啦 單單清是最穩陣的 不要跟我說 因為共產黨就不講協議的嘛 它是不懂合同這些東西的嘛 它有合同都違反了的 他們沒有的 都是騙你的而已 所以塔利班 我不認識那些塔利班文 塔利班應該是說什麼文的 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 希望有人呢 就希望認識阿拉伯文 就寫一些阿拉伯文 告訴塔利班 共產黨是靠不住的 要收 最好做生意呢 就最好單單清 我們不會阻止塔利班 我們沒有資格去阻止塔利班 不跟共產黨做生意啦 是不是 但是 我們就警告 不是警告 提醒塔利班 最好單單清 還有人民幣 就真的不是很穩陣的 為什麼呢 它給人民幣 因為他們自己引的嘛 應該塔利班也知道的 當然 應該沒有這麼白癡 沒有這麼白癡 哇 整堆現金呢 整堆人民幣拿過來就當真呢 收完之後 收完之後它都買不到東西了 嗯嗯嗯嗯嗯 它拿了人民幣 就最多 我想他們這個我們 這個他們自己搞定啦 弄了它就去伊朗 伊朗都不收人民幣了 伊朗都好像不收人民幣了 所以整個就沒有了 上次 上次奧巴馬是唱那些歐羅給他們 對 或者他們收歐羅 或者收美金 所以他們 塔利班不會收人民幣 是 這樣呢 這樣呢 有沒有這麼多美金找數 這個就是要 有的 有的 你知道啦 這個大陸那些救災符份就沒有了 它這些打美國就最多錢了 是啊 是 都不用擔心這些東西了 它一定有的了 一定有 是吧 OK 那好 那就你去講一講 或者講一講共同富裕呢 如果是這麼快點這個題目 我們講一講吧 講一講 我們有時候很多政策 很多政策 我們要怎麼去知道真是假 有一個方法的 就是 看它的政策是否行得通呢 make不make sense 我們叫做make不make sense 合不合乎邏輯 當我們大陸共產黨講到共同富裕的時候呢 我們合不合邏輯呢 那就 其實現在共產黨的習慧尼呢 小鶴雞 就要搞一個共同富裕的東西 共同富裕的東西呢 就是它搞一個共同富裕的東西 究竟是怎樣 我們就不知道啦 應該都搞了一碗粥的啦 應該 真是 不幫好東西 這期的那些搞作都一樣搞得定的 但是呢 我們告訴大家知道 我們美國呢 在差不多一百年前那時候 Roseford R.O.D. Franck D. Roseford 種種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些類似的政策出來的 那他們那時候是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到現在都在用著 就是怎樣我們 成一百年歷史 這個共同富裕這個system的制度 是怎樣走呢 就是當那些有錢人 要交很多稅的嘛 那麼他呢 將那些稅收 就不去給政府 或者不是 他將那個income的一部分 就是收入的一部分 就捐了去一些非牟尼機構 捐了去非牟尼機構的話 那麼他本身那個收入就低了啦 那麼那個收入低了呢 那麼那個difference呢 就可以拿來叫做taps deductible 好 因為他有一部分 他叫做不數未進來之前已經先捐了 就變了將他那個總收入的那個income就降低了一層 因為我們每個income呢 因為遞進的嘛 你賺得多就會給多些稅 那個percentage不同的嘛 但是將那個捐了 就那裡不歸入你賺的了 那就變相呢 在那個稅那個百分率那裡都可以扣少一些 扣少一些啦 那麼我們呢 就變了 給了一些非牟尼機構呢 那些非牟尼機構呢 我們這裡呢 管非牟尼機構是非常嚴謹的 我們叫做501C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開的 是經過很多的手續啊 很多的認證啊 就是非常繁複的工作 還有很多paperwork 因為為什麼呢 你錢多少進來 多少出去 全部要一清二楚 要不然你就準備收檔或者給罰錢 罰非牟尼機構 跟你罰一家平時的公司呢 是差不多double那樣的 是重罰得很厲害的 所以呢 如果不是真真正正做非牟尼機構呢 就真的不要走去碰 想著瞞稅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千萬不要搞 因為anytime呢 你那個懲罰額 比你給稅的那一刻 更厲害 就是普通公司 就是貿易公司 是啊 普通貿易公司那些 所以非常要小心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那些我們 整整八年都在做 還有 經過一百年的歷史呢 我們所以今時今日呢 已經很 叫做健全 當然沒有 There is no perfect system 的 這個世界是不會有一個完善的制度的 就是比較健全的 比較健全的制度而已 當我們這個共同富裕方式呢 是怎樣呢 就是將來本來那筆錢 那個有錢人 那筆錢就減低了那個income 但是這筆錢上面這塊呢 就推了去 給非牟尼機構 是 他想捐的機構 那這個有錢人呢 那就變成了 報少一些稅給這個政府了 變相他那個級別都降低了 那個收入級別 那本來是有什麼 40% 或者好像 39%那樣來算 然後他就不用給了 那他一跌 跌回到28% 因為他跌了那個income的位置 那他跌到28% 他就給這塊錢的嘛 那這塊呢 就捐了去給非牟尼機構 非牟尼機構 難怪美國那些廣告經常呢 叫你捐錢都是用那個deductible來做招來的 那我來美國真的有時候聽得很騙 騙了頭就是 我五千元給了捐了錢 和五千元給政府交稅 全部都是少五千元的 為什麼那個扣稅可以做招來 那我就現在聽說 還有一件事 這個可以抵稅 那個非牟尼機構呢 就剛才說 它一定要經過很多regulation的 很多管制 那它們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就變成叫做那個 我們還有一些叫做waiting 就是廟國非牟尼機構呢 都有監察的 那哪間非牟尼機構 你覺得想捐 那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它的背景 它的老闆賺了多少錢 那個president有多少錢的薪金 它的支出收入是怎樣的 整個一定要公開的 那它們是公開的 我們這些東西是透明的 所以當我們有這麼多錢 我們想捐走一些去 給少一些稅 這個就是叫做共同富裕了嘛 跟你現在大陸想做的那樣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將那些收入平均分配 我們這個平均分配的方法呢 就是先去了非牟尼機構那裡 非牟尼機構有很多種 有一些呢 就真是比如說幫窮人 找屋啊 Foodband那些呢 那些派食物的 派食物的那些呢 這樣啦 有些就是宗教團體 有些宗教團體 有些 有些居住啊 有些幫狗也有的嘛 就是動物的 動物保護的那樣 那時候我就認識一個是家暴的 就是幫一些婦女這樣的 是的 幫一些婦女住你家暴 你知道又要找律師啊 又要爭論啊 安置它啦 給它 每個有律師費的嘛 給它有壓車頭的嘛 還有好像說 譬如我老公有錢 你自己沒有錢 OK 那你要打官司 找誰幫啊 他有這些機構呢 他幫那個女人 去打一場官司 或者做些什麼 教他啦 那這個就是 共同富裕了 這個共同富裕的方式就是 本來這個有錢老的錢 一下子就給了政府 或者他還是有這麼多錢 就因爲這個稅收 哇 那我看到 哇 我要搞 我一上到這個 上到這個level 39個巴仙啊 這裏就28個巴仙 老虎蟹這堆錢就捐毀了 嗯嗯嗯 是吧 那我就給稅比少一些 嗯嗯 這個第一啦 就是整個抽39變成我下面抽28 抽28 第一是給稅比少一些 還有 還有我們呢 就算給稅比一樣 嗯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就算 就算我真的不給A給了B啦 就算是 我那個 我沒有多一先的 我沒有多到好 我就算我沒有多到 是一模一樣 那些人呢 都寧願去給非貿易機構 都不益政府 嗯 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邊 共同富裕的那個架構了 就是美國一般都是這樣 是的 一般都是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堅持 都堅持一絲 通常都不經政府的手指 因為大哥 我們的錢給了政府 就是聲音都聽不到的 我又不知道要怎麼用的 是不是 哇 都不知道要怎麼用的 三藩市在那裡買一些毒品 給一些導遊 開那些什麼打針的地方 哇 我們都不認同那樣東西 沒錯 但是被迫著 我的錢就要這樣用 沒錯 所以呢 我們就有很多的非貿易機構 那我們去選了一間 譬如你很喜歡狗仔的 啊 找到一間 那些信譽也好 檢查好了 那你甘心命底 那你就是狗仔也有很多間的嘛 我都不需要只是 捐食一間 所以自己有選擇的 是的 有選擇 還有呢 你始終歸根狗仔都是自己血行錢 自己血行錢 甘心命底我捐給誰 是不是 捐給誰的那些非貿易機構 他做得不好 下次不捐給他 是的 他做得不好 下次不捐的了 知道有什麼壞消息 又不捐的了 所以他們一定 還有他們會有報告給你的 你捐的錢一定要有報告給你的 那你就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 那就變相呢 譬如說如果有一些幫助老宿者 幫助老宿者那些 那他們有了一筆錢 他們去幫助老宿者 最大的呢 現在就是 為什麼我們有一個Skid Wall 這個洛杉基 這個Downtown附近有一個區 那就是很多這些老宿者 就已經是 建了他們的帳幕 那些旅行帳幕在街上 那就是非常影響私用 很嚴重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他們躺在街上 那些地方骯髒骯髒 又臭氣昏天 他們又會不洗澡 或者他們的廁所周圍在街上去 那就是一個滋擾來的 還有他們會有精神病的問題 很多人在陸屬社 還有他們也都有濫藥的問題 Lucy 或者我分享一下 我對這個簡體字和整體字的觀感 可以的 可以的 那我的感覺是怎麼樣呢 譬如說我們以前遊戲 當然有些叫做簡筆字 有些叫做雙通的簡筆字 有些很自古都有的 香港以前都有的 一直都有這些 那就好像曬太陽 日字邊有個例字 和日字邊一個西字 那就因為那個筆畫少了很多 那就通用了 又同音了 那又是有個日字邊 那就當是一個字用 或者要寫快些的時候 就寫了日字邊一個西字那個 就當日字邊有個例子那個 那但有些就是不通的 譬如說這個 我們游氣的游和游泳的游 一個游氣的游就是餐廳 游泳的游就是三點水 但是簡體字就沒有了餐廳那個 那我那時候看一看一些書就 咦 這個是錯字來的 為什麼游氣的游是三點水的呢 那我這個其中一樣 就是覺得 對我們來說是打交叉的錯字來的 還有這個譬如說 前後的後雖然是同音 但是不相通的嘛 那個意思一個是皇后的後 一個是後面的後 都不拉姦 還有這個叫做 這個燒字變成竅字 生竅的竅 不是不是生竅的竅 就是生竅的竅沒有了其人邊那個 那根本兩個不同字 讀音又不一樣 還有這個 這女同一個 幾多理的理 根本就兩個不同字 就是覺得都很 生得很緊要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就是覺得都幾 有點硬眼 OK OK 那你剛才講到那個 這個skip roll skip roll那裡 我是會準備帶進去那個 有一個叫做mission的 LA mission的organization OK 來導致有這個skip roll的出現 OK 那你繼續講 skip roll 我們 剛才講到就是說 OK 講到就是說在skip roll那裡 是因為那個老宿者住帳幕 帳篷在街上擺了很多條街 很多個街口 其實skip roll只是一個區 在洛杉磯有很多不同的區 都是有這些帳幕的問題 就是造成一個社會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這五年 三年 五年 加州是很多個不同的大城市 都有這個問題 三藩市 這個洛杉磯 起碼我住這兩個城市 都是這些是重點城市的 好重的 就是世界知名的 都是有這些的 對市民 交通都是不方便的 有對市民的一個滋擾 那那裡skip roll旁邊 就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叫做LA mission LA mission就是一個小型的宿舍 有地方洗澡 接著有派飯的 也是一個非牟尼機構來的 在那時候我們露宿者 還沒有這麼嚴重的時候 我都有在那裡拍過飯的 後來去到實在 out of control 其實連LA mission 他都沒有辦法控制得到的 他們只是為了幫助露宿者 他們只能夠 他們有限的資源 但是之後很多民主黨 不知所謂的政策 就導致他們 就是他們仍然在那裡服務一些露宿者 但是在很多其它的地方 比如說毒品那些 就是濫用毒品那些在下面 很多其他的情況 他們是控制不了的 他們只要都是派飯 被人進去衝量 因為加州做了庇護城 吸引了很多那些 無論是本州還是外州的露宿者 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 或者那個房子租太貴 他們就會選擇去睡街 就是會鼓勵多些人去做露宿者 這些庇護州 庇護城市的政策 還有很多那些精神問題 沒有去處理的 沒有去處理 你家裡睡都會有吸毒的問題 都會有那些毒販會去兜售 和你 make friends 喂 你很悶哦 我有些正事醒你之類的 總之有很多問題 他們那些就不是一些非牟利機構的責任 非牟利機構的責任是幫助的 它是輔助的 減輕而已 為什麼我們有非牟利機構 為什麼非牟利機構是可以減稅的 免稅呢 就是因為它存在的意義是協助政府 減低政府的負擔 所以它們也都是天公地道的 所以沒有人申請的 但是如果你的非牟利機構 就像克林頓 奧巴馬 拜登 這些叫做貪污的非牟利機構 你們掌控了那些資源 加上左膠 還有國家撥款 還有國家撥款那些 國家撥款 他說我收到多少個 奧富汗難民那樣 那它就會計人頭國家要撥款給它 撥款給它 所以很多那些貪污的事情 也都會有這個責任 或者這個利益輸送 是的 利益輸送 比如說食物 衣服那些 我只是請我的自己有 只是用我自己有 然後就標準那個價錢 是的 全部奧巴馬年代 克林頓年代 全部沒有優惠 OK 因為這些 沒有審查 沒有審查 就是那個錢的審查 是的 所以我們 這個共同富裕 我們要面對 我們要處理 就是這幫政棍 搞壞了這些非牟利機構 但是 而且那些錢都用不得其所的 還有 我們有幫正常的非牟利機構 均均均均均的 真真正正是服務社會 不是利益輸送的非牟利機構 所以我們有錢 我們搬去那裏 他們怎樣去腐敗 怎樣腐化 終有一天我們會和他們算賬 我們這裏絕對有機會和他們算賬 它不要走差踏錯 只要一個號碼寫錯了 我們都可以去玩死 這樣就要說了 美國是這樣的 這個共同富裕 我想還要這樣 如果是那些私人的非牟利機構 那都是看錢的 那它是要依賴別人的母捐 所以它自己的錢都會省的 但是政府那些 它就不會省的 沒有政府非牟利機構的 我意思就是譬如說譬如說 譬如說譬如說那些政客開的 那些非牟利機構 那其實就是一盤生意來的 那他們怎樣花呢 他們就不會用 未必會用最便宜的 或者比較便宜的東西 他們會用一些好東西 貴的東西 就是用不得其所那些錢 是啊 他們怎樣去 就是很簡單的嘛 本來你的姿勢 你當你是那個receptionist 人家呢 就是給20個小時而已 一個reception 正常那些 你給50塊錢 請一個reception回來的 當然啊 當然啊 請自己有 請自己的 到時投票的時候你就會做了 OK 就是這樣嘛 我們這邊的政治就是這樣玩的 為什麼這麼多民主黨的非牟利機構 玩這些東西 現在共和黨就太少了 共和黨本身就是 就是沒有甚少去想這件事 或者叫做 共和黨是太好人了 那些人是正人君子 你明不明白 不會想這樣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個個都是實在實在自己做自己的 就算你要幫了 就給你 可能都不會get together去搞大 就是 變成了不是 沒有那麼團結 沒有那麼合作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沒有用這種system 沒有搞這種system 這個就是美國制度 我們在說人民的那個民主黨 就不是說上面那些rino 所以大家 我們在這裡說清楚 是啊 希望觀眾明白 不是待會人家說我們在這裡賣大象 我們不是賣大象 OK 不過就是在民間的level 你比較 你想一下那些東西 是不是sustainable 如果就是你用一個 就是那個 持之以行的 那通常那些人都是會傾向 共和黨那些政策的 那跟著這個是美國的共同富裕 一百年歷史大約 現在共產黨搞這個共同富裕 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斬有錢人 有錢人不是斬的 有錢人是自願 將他筆錢 就去一些非牟利機構 他不捐都可以 他不捐都可以 他可以不捐的 但是他就選擇用這種方式 就給少些錢給政府 是 是 你政府沒得債刑的 OK 跟著呢 大陸不是 將那些有錢人 好像趙薇 是不是 這些 馬雲 你現在 你的錢 你是要捐給政府的問題是 你不是說 我已經 好像馬化騰 我一千億 我扔下去那個浙江 他扔下去浙江的政府 大佬 他不是扔下去浙江 一幫人平民那裏 那裏 那些 這個什麼共同富裕 一聽到 為什麼我說 你有時你一聽 當你見到一些東西 真實 一些事實 當你見到一些東西 什麼是 打劫 當你見到一張 什麼叫做真的一百元 OK 那你就適應 哪張是假一百元 現在 在大陸裏面 哇 共同富裕的名字好聽 哇 習近平 天天洗腦 跟著 跟你說共同富裕 有些沒什麼錢的人 好啊 我可以好像他這麼有錢 多好啊 還有 他們就算不可以好像他這麼有錢 他們想著 你打劫一些有錢人都好啊 等我們叫做 拉近那個 距離 有錢人都好啊 就是 變了 有這種這樣的 守府啊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問題 現在 你把那些錢 OK 拿了 是 給政府 嗯 這個呢 就是怎麼說 是一個假的共同富裕 剛剛我想說的 是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OK 是吧 你什麼叫做真 什麼叫做假 當你不知道什麼是真的話呢 你就不知道那樣東西是假的 嗯 嗯 那現在 我就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真真正正的共同富裕 是一幫有子孔自願 把那些錢扶去一些非貿易機構 那個政府呢 就要很釘到實了 管 因為我們這個美國政府是人民授權的 是啊 沒錯 就是他 正路啊 他上了去 你做得你不開心 我們下一屆投票投走他 是啊 是不是 就是起碼給他一個機會 他做得不好 我們都有機會 好像這間 加州的 recall 這個罷免州長 尼爾森這樣 是啊 那好像 現在 比如說 我們要求 加州政府 我們加州一大堆的非貿易機構 我們對它有質疑 我現在要求政府 監察這堆東西 這個政府就要監察它 你不監察下次就不投理 我們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民選的壓力 這個就是民選的壓力 民主的利害 為什麼共產黨這麼害怕民主 就是這樣的意思 一走下去 就像我們那樣 我當Larry Elder上了去 接著我告訴Larry Elder 喂 現在這一大堆 給他一個名單 這一大堆非貿易機構有問題 可能需要檢查一下 那他去檢查一下之後 他真的有可能去檢查這幫非貿易機構 但是如果發現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然後譬如說 那些非貿易機構 突然知道有這樣的問題 就想利益輸送給Larry Elder Larry Elder 又購買了的話 譬如說 現在在打個比喻出來 一個很喜歡誰 是一個候選人 Larry Elder 是一個加州州 其中一個的候選人 G大周的候選人 當時他們不去控制這幫夥人 到選舉的時候 我說有沒有搞錯 我就大肆宣傳 что 本來我們有這件事情要處理 他竟然沒有去處理 這麼告訴一大群投票 那群投票 пойmer了 起碼我們可能能說 我們要反 Scientific 後再出位 现在大陆又没得讲 又没得投 香港本来有得讲又有得投 又是变成了没得讲没得投 还要拘捕 是 还要拘捕 离谱 所以根本这个共同富裕 根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稳笨寻 sorry 稳笨寻 绝对是稳笨的 因为没可能 省了一笔钱给你政府 政府那些钱没人监察 没人监督你这笔钱去哪里 去了哪里 去了哪个高官的子女 去了哪间学校 我们人民完全没得知 没得知情权 当某个人一个维权律师 或者一帮维权律师想去知道一下 就已经坐牢了 所以这个共同富裕的package 说长篇大律说什么都没用的了 现在我们外面 在场外的人 就可以很清晰说出来的 现在问题我就是不懂 我不懂怎样去把我们这个真真正正的共同富裕系统 就是希望如果有朋友是有办法可以把我们这个共同富裕这个概念 这个真真正正的共同富裕系统是怎样的 说到给里面的人知道 那里面的人知道呢 那他们做 叫做什么 某程度的反应 至少可以做到 自己分辨一下 因为你不要 自己分辨一下 他们在里面的话 连真的是怎样的 他们都不知道的嘛 就好像很多人在大陆 六四是什么都不知道 八九六四什么事啊 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怎样可能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共同富裕 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共同富裕呢 哇 现在政府这么伟大 做着这些这样的事啊 劫富济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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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富济官啊 大哥啊 劫富济狗官啊 就是只有这群狗官呢 就代代平安 肥肥白白啊 你这群平民百姓呢 看看有多少平民百姓得益呢 怎么得益呢 九官拿一千 平民拿一百 或者更少些 因为那些人呢 就惯了 有少少好处呢 就很开心的了 就感恩了 就感恩了 所以他们做了一套方法呢 叫做威逼利友嘛 我现在给每个人 因为呢 马化腾呢 就捐了这么多钱 在我们这个散上 我就将这个分给大家 他分分钟可能呢 马化腾呢 就打你一千亿啊 你人间的 人民各个 打你一百元都可以的 什么意思啊 打劫你一百元 上面就 就奉献这么多了 你下面也要奉献一点点的 哦 遲早也有问题啦 遲早也会有啦 遲早也会有啦 因为他上面那层是这样之后呢 大哥啊 这个月马化腾给一千亿 他下个月马化腾给不到一千亿的嘛 大哥啊 当然啦 他每个月给一千亿吗 哎 死了 你知道那些狗官很贪心的嘛 他拿完之后 死了 不够花的嘛 当然啦 他拿完这个 那个 跟着呢 还要 小鹤鸡呢 小鹤鸡呢 还要搞一堆一带一路 去派钱 啊 你哪个钱来的 他还要给塔利班呢 是啊 还要塔利班找数啊 现在不要忘了 塔利班那条数是 不可以不找的 大哥 不找他就麻烦了 他一定给外人先的了 是啊 而且 那些不是善男信女的嘛 那些 那些是敢揹着炸彈 去跟你死过的 小鹤鸡呢 千万不要 是吧 他 有多少 你大陆 带多少人入塔利班 如果你不找数 你在 在阿富汗就要死多少人 可以告诉你 所以小鹤鸡就不要呢 那麽 那麽 就是不要害中国人了 你要共产党死 之前都有的 死多少都没所谓 以前都有自殺式炸彈 襲擊中东的大陆人 是吧 都有事过的 是吧 所以是有的 是最近的事 是的 那班人是不会怕死的 不是好像那班狗官那样 那班狗官就是推人去死的 自己又代代平安 所以 所以 这次 所以这笔钱 割完又割 割完又割 不知道有多少层被他割到的 就是我们说 割一下割一下 割一下割一下 割到那么少 下面那层都被他割 割一下 是吧 中企业 上面打劫那么大 就是有上面割那么大 那你下面呢 都要做 履行公民的责任 和义务 和你的权利 捐了些钱出来 就是你爱祖国 是的 捐了些钱出来 捐了些钱 给这个政府 是很不合逻辑的 还有那些人呢 他会跟你说的 你已经有这样的财富的了 这个国家给你有这样的生活条件 是的 他会说完这样的东西 还有呢 是很不合逻辑的 一个逻辑就是 政府已经收税了 你政府打完我税 我给税了 我交了税 接着你跟我说 哎 现在呢 就搞共同富裕 是三分配的嘛 他搞三架 搞三分配 配完这里就配三 给三架钱 所以你说 给三架 就是同一个人 哈哈哈哈 你就要搞四架 这个系统 就是很不合适的 但是在里面的人 真的不知道 他们在里面 可以可能觉得 是很合理 都不出奇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给里面的人知道 什么叫做是真 什么叫做是假 我们真是有难度啦 如果可能呢 拜托一些朋友呢 可以有机会呢 就把我们这个 美党天下呢 有人翻墙啦 是有人翻墙啦 如果你在里面呢 可以 就算你 message我 你说 哎呀我很喜欢这段片 我想报给朋友呢 我就剪这段给你 在里面那里传 OK 我们 美国人来的 我们在美国落散 我是不会怕共产党 我们 我自己呢 就2012年 就 推了个头出来 反共的了 OK 是不会怕共产党的了 一定 所以如果有朋友 你说 哎呀 这一节 好啊 我可以告诉这些朋友 有些什么 比如哪一段 都好 你想拿 就是管WhatsApp我 OK 其實呢 共产党 它叫做共产呢 它根本就由头到尾都打響 一個叫做共产主義 这个乌托邦 是不是 你共什么 你根本下面的人 没有产党你都共不了 下面 下面的人没有产党 你是共上面那些 有权有勢有钱的人 是的 是不是 如果你要 就是履行这个乌托邦的宗旨 其实就是 你上面那些 有权有勢有钱 这一班 好了 你现在已经共了马云马法腾 因为就是轮到你的那些官 什么时候去分享你的财产去履行这个 真实的社会主义 这个理想呢 真真正的共产主义 这个口号讲了七十年了 是不是 就是 有没有中国人民 什么时候有得真是亲眼去目睹这一件事呢 廖刀和徐仔 大家是不可以 他们这么效忠 廖刀和徐仔 这个是共产党的徽章 你们 你们这样对着廖刀和徐仔 廖刀和徐仔宣誓 什么时候你 就是农民和工人 共产党 那些狗官你自己 快点出来 做回共产党该做的 其实你不用 其实那些官都不用共了 你只是共一次做一套戏 人家已经伏了你了 共了一点 你共了一点人家已经肯定了 等几十年了 就是等看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也是有一点 叫做 如中 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了有一点 叫做 那我们有 我们《美光天下》都有节目 讲这个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在一个政治架构 那我们有 我们有 温博士在那里讲解 那我就知道 那在里面的节目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中国人为什么是会有这种思想 为什么西方人是可以有文化 民主这套思想 在里面 大家可以 儘管大家去收睇 接着呢 或者说一下 这个 就是最近那个政策 在那里 就是 怎么说 那些补习社 那些学英文 那些又要控制 不给 又在那里打这个 叫做 娱乐圈的饭圈文化 那样 又去共了一些资本家的产 那些去 就是这些上面的人 比如有些 生活水准好一些 有些知识 那样 或者是有些多余的钱来追星 那样 那他去做这些呢 那他 因为呢 其实他是想保持 他不想那些人去追星 他不想那些人上网 他不想那些人直播大货 他想那些人回去工厂那里做事 因为呢 现在工厂就算 就是说有人要去聘用 都没有工人去上班 那其实呢 这个 大陆是想 那些人去做这些工厂 去保持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 那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呢 他就是靠这些东西来 去 靠这些东西去掘起 的嘛 是不是呢 他就是整天都去 持住自己的世界工厂 就周围去 吵吵吵吵吵吵吵 吵吵吵吵 这个世界工厂 就是工厂的哥哥阿姐 出来在那里 延文延武 那些西方啊 那些工厂老板都没有出来 在那裡欺負一些人 那些工厂的妹妹阿哥 就出来在那里 延文延武 習近平呢 他就是想那些人 就回去工厂 去回归到以前 我想剛剛這個 剛剛鄧小平開房的时候 他想去 就是back to square one back to square one 就是鄧小平還沒開房之前的 那個中國 對 習近平就是很懷念 以前那時候那些人 就是比較單純順婆 這樣聽話 那其實當這個 這個工產工業國 他去令到那個生活水平提升的時候 那個生活指數是會提升 這個是一個 不能去抹殺一個事實來的 譬如說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歐洲 美國 日本 其實還仍然有工業生產 在這些國家裡面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 生活水平高了 大陸也是不能夠避免這個結果 但是問題就是 大陸就算那個生活水平高了 都仍然是跟西方國家 跟日本是差很遠 是嗎 他如果在工廠的質素裡面 他可以譬如說 有一些多些注入這個 知識的元素含量 在這些工業的生產裡面 或者提升那個質素 提升那個質量 不會好像剪刀剪兩東西就難 那樣 那些膠 質量有保證要 就是用兩東西交換爛了 他如果整好 那時候 其實他可以 不需要去 去打壓這些的犯冤 文化 主流文化 或者比較 中上階層的生活 我覺得 但是這個習近平 其實他所謂 想要去帶領中華人民 有這個叫做文化復興 去超英港美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他其實沒有這個意志 這個是口號 這個是方言 其實就是想 保持著大陸在這個低端 工業的低端那個地方 低端地位 低級工業 低級工業 是 就是沒有那個提升人民那個 業縣 質素 你生活質素 是不是 你那個文明的質素 你等等 你沒有打算去提升 其實中國是有很多的潛力 你如果你要去做工業 如果你去做一個工業的國家 去做世界工廠 你仍然是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去提升 去將這個世界工廠再強化 再強大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東西的話 有時間來玩 你起碼二三十年 有得你去玩 但是 找到小學雞死 但是 習近平 就是 要在這個時候 要去打壓這些資本 資本企業 你很多 這些龍頭 給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 每個人都要躺平 那你就 就是 終止了 中國大陸的發展 其實你就算看看現在 歐洲 譬如說 瑞士 都還有出很多東西 譬如一些刀 錶 那些 你都是要去買瑞士的貨品 很多一些精品 日用品 那些車 那些都是買 德國車 那些 日本 美國 還有很多工業的生產 它是貴的 沒錯 但是因為它那些 那個貨物 它有 可能它本身就是 那些原料是貴重的 或者它那個 用途是非常之 就是 有用 所以它可以 提供到 那個 產品的價格 都有回到 來 去 支持那個工資 那你在大陸其實 雖然說那個 人工是高過 東南亞 高過這些 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 但是仍然還有一個 很大的空間去發展 但是 中共現在就是去打了這些 去 就是打回去 就是將中共 是停留在這個 低級工業那裡 那這個是 其實是很不治的東西 小學低思想的東西 當然不治 還有你會影響 就是 那個文化 就是對那個文化 因為那些人生活好 一定會是 就是我們都讀 psychology 在美國 差不多每個人都會讀 psychology 101 心理學101 我們叫做 要去拿一個 心理課程101 大學文憑 就是有一個金字塔的 我們人人都有一個金字塔 下面就是 吃飯 衣食住行 那些基本的生活需求 我想它是 吃飲食和呼吸 然後就會想有安全感 你會睡覺 就是有安全感 會被人追責 然後上面就是精神 宗教 那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 我們 就是 你有 顧了吃 你顧了住 那你就會想去提升 你有個精神的提升 文化的提升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而中共它去這樣 就是 就是 它當全中國人是動物農莊 就是一個熟悉的動物農莊 這樣的處理方式 有一個卡通片是動物農莊 那個是著作來的 這個是 這個是 都是鄧大陸慘的這麼說 小學雞這樣去 使得 一班 我那天都在說 什麼 就是 誤人子弟 這個 如果它想去做工業的話 那好吧 你工業 你不想去發展 你沒有意志去發展文化 或者這個高科技 你是工業 你只是工業 本身它自己 你可以提升那個質量 你可以提升那個質量 那樣東西其實它都沒有實踐到 那現在就是 所以很難 大陸已經不會好過以前的 那我們今天就時間差不多了 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所以說 你為了 你用這個 我先把這個 我們來做工業 去做工業 去做工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